我有個朋友我不敢跟他逛街的 只要我稍微看一看一件事 他就會說 喜歡呀 買呀 做事做得那麼辛苦是甚麼 買呀 喜歡都不買是不是人來的 買呀 威奴一下自己呀 買呀 獎勵一下自己 買呀 最近我入過法拉利店看過車 三百多萬 我跟他說 我不夠錢 他竟然真的敢問我 你不夠多少錢 我不夠三百萬 難道我不夠三十元呀 我小時候 我很認真呀 我對歌詞 哇 你唱甚麼意思 有甚麼內容 很認真 我小時候最流行就是 許冠傑 我很討厭 因為我老爸很喜歡 他每天一下班回來 他不管你在做功課 看電視 他就直接搭著你的肩膀唱 我們這班打工仔 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 那種辛苦前都講出 客偉我死給你看 甚麼意思呀 老爸你頂不順不順 你不是說沒什麼所懷疑 你不是說沒什麼所懷疑 開發了嗎 這些是甚麼歌詞呀 你有沒有想清楚 這些就是失敗者的歌詞咯 政府是應該禁的嘛 你起碼是禁止老爸對著子女唱 你很打擊他們的呀 那就是童年陰影很大的呀 那種辛苦前都講出客鬼死給你看 甚麼意思呀 老爸你頂不順啊 你抗議呀 講出客鬼死給你看 那又學人生仔 我爺爺已經100歲左右了 他跑去投資 對呀 那些人有著你的反應 就跟他說 哇 老爸 你…你要小心呀 你的棺材本來的呀 那你因爲輸了呀 那我爺爺就說 實輸了嗎 那不是呀 老爸 就是… 那你的棺材如果輸了一個蓋子 那怎麼辦呢 爲什麽朋友不要講錢 我們一起看一下 康熙字典對朋友的定義 凡然憑者非為人為其黨 性恨相同亦為其黨 大家很清楚 好 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聽到 有個錢字出現 沒有吧 那就是憑者不見錢 現在很多人 我知道喝紅酒 都喝到很高境界 你喝紅酒 你不是說一拿來就喝 你會怎樣 然後… 然後… 問… 然後你會… 我喝到… 是莊嚴宏偉的聖彼得大教堂 不… 別做… 還有… 是否在高安節路的壁畫 不是,比較硬 是他的石像 我情願在寶馬裡哭 我也不要在單車上笑 有誰聽過的? 不是我做的 我情願在寶馬裡發惡夢 我也不要在單車上發春夢 我情願在寶馬裡獨自一人 我也不要在單車上妻妾成群 搞什麼? 玩雜技嗎? 家俊 為甚麼會這樣? 各位老闆你們明不明? 為甚麼你要… 出糧給我 不是因為我 為公司做了些甚麼 而是因為我為了這份工 我沒有為自己做了些甚麼 你們明不明? 不是因為公司得到些甚麼 而是因為我喪失了些甚麼 所以嚴格上來說 你每個月給我那份 不是糧 是賠償 有甚麼分別? 分別就是 你出糧給我 我要多謝你 你每個月賠償給我 你要多加一聲 對不起 哎呀 陳仔 真的對不起你了 你又沒有了一個月的青春 你看世界盃 又看得不安樂 我回來公司做了一份眼睛 哎呀 真是搞傷你了 真是 阿坦白 你更慘 你在公司做了一輩子 這樣就斷送了一生 但是你不要緊 公司所謂 冤有頭責有主 很公道的 公司知道你這樣 開了會 公司決定了 你退休那天 公司倒閉 埃